以智慧见破环老节出阴界入 有环老唯一能够破除环老 就是智慧 现在没有烦恼的人请棘手 没有人有烦恼的请棘手 你完全没有烦恼 你也不烦恼什么都不烦恼 财子受盐 你什么都不烦恼 家庭 爱情 赚钱都不烦恼 什么都不烦恼 人际 人跟人交往都不烦恼 请棘手 他说白痴就没有烦恼 我告诉你 空了就没有烦恼 你把什么都瓶子里面什么都装下去 你那个瓶子会起化邪受用的 你什么都装下去 你起化邪受用了 揮不上去的 瓶子空了才好 空就没有烦恼 你管他Juice 会不会过期 管他这个 这个可口可喽 会不会有什么 那个 会让你上瘀 都不用管 真的空瓶子就没有烦恼 先把不好的身体里面的垃圾的东西全部倒掉 你瓶子里面装的就是智慧 煩恼就没有 只有煩 只有智慧 能够破除煩恼 你不只是这样子 你不只是在 不管在哪一个境界 你就算到了第一 到了畜生道 到了第一道 到了恶鬼道 你只要装满了智慧 你就不会被那个 界定在第一道 恶鬼道 畜生道里面 释迦摩尼佛也曾经在第一道 也在畜生道 也曾经在恶鬼道 但是他不受环境影响 他在沙佛世界度众生 也不受沙佛世界的一切的 所有不好的习性受影响 是为什么 因为他有智慧 禁出环绕 但是呢 他不受环绕影响 这句话 以智慧见 破环绕 出阴界入 科护众生 永时解脱 他的肩膀上两个肩膀 单单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 他给他放在他的肩膀上面 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 菩萨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